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哥直接被掉下的重物杂晕 情急之下 同事们将他扶到了211球室 没想到 一场预谋的暴动开始了 犯人头领胡子哥趁机击伤逾警带领犯人暴动 监狱陷入了一片混乱 更惨的是 同事们为了自保 直接将水哥扔在211球室 等水哥醒来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危险 为了保全自己 他伪装成刚入狱的囚犯 并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 获得了大家的初步认可 监狱里 他为胡子哥出谋划策 比如 留下一个监视器一共和警方谈判 平时把他照起来 用的时候再揭开 为此 他也得到了把监视器照起来的机会 也趁机向警方传递了消息 他让胡子哥用三名恐怖分子威胁警方 如果这三名成员被杀害 监狱外的恐怖集团将对政府进行报复 这是政府唯恐避之不及的结果 所以 政府只能选择和他们谈判 为此 水哥也得到了胡子哥的信任 哪知 剧情却360度大转变 监狱暴动且有人伤亡的消息 突然在外界传开 得知水哥身陷监狱后 身怀六甲的妻子担心不已 他来到监狱外 想探听水哥的消息 可是 却被狱警拦截在外 为了得知自己亲人的暗卫 狱外的人们开始强攻监狱 场面一度失控 狱警为了平息事态 开始用武力制止 水哥的妻子就在这时 不幸被一个虐待成性的光头狱警致死 一尸两命 水哥得知情况后 直接手刃了光头狱警 杀人后 他彻底懵了 自己是狱警 代表着公正 法律 怎能被愤怒冲昏头脑呢 但 妻子已不在 他想自杀 又未能成功 水哥幡然醒悟 其实 自己和囚犯们一样 都是那些握着王权的 政客势力的一张牌 他改变了一场 开始站在犯人的角度 与政客们谈判 想争取更多的利益 他将政府派来的 谈判者的谎言拆穿 把他弄得哑口无言 在知道水哥没有任何利益夹之后 警方曝光了他的身份 想利用胡子哥借刀杀人 但 却遭到了胡子哥的拒绝 此刻 你会发现 犯人们都讲轻易 但 政客不会 而一个高明的玩牌者 手里不可能只有一张牌 他们在背后早有预谋 内鬼和政府理应外合 开始对他们实施强攻 影片的最后 水哥悄无声息地死在了内鬼身上 这部影片不断地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哲理 人生如血 而你却如其 你以为活在老外 可又何尝不是活在老内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求是211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